今次這首歌是《擁抱後的歌》 今次是第二度和周耀輝老師合作 第一度其實不是我自己的歌 是我寫給另一位角色的歌 今次就真的自己唱出他所寫的歌詞 這首歌《擁抱後的歌》其實在說什麼呢 就是如果大家人生去到某一個階段 或者某一個年紀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都會想起 如果我見到十年前的自己 二十年前的自己 我會有什麼忠告給他 跟他說什麼 又或者是這個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自己 見到今時今日的自己又收不收貨呢 就是會覺得怎麼樣呢 又是不是從他的期望的方向 的目標走出來的一個人呢 剛初跟耀輝老師在那裡聊的時候 我就想好像這首歌是送給一個童年的自己 或者屬於一個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另一半的自己 可能我們日常生活中沒有發覺到它 因為可能自己很少時間和自己聊天 但是聊天的時候呢 自己和自己對話的時候就會發覺其實 每個人的深處都住了另一個自己 可能被生活啊 工作啊 或者很多其他東西所規限 而形成一個現在你呈現給大家看的自己 可能有一個閃為人知的一面 那為什麼會想寫給自己的童年呢 這一首歌其實那時候就看了一本書 是講關於童年的 就是寫一封信給童年的你的自己 然後我也都覺得令我自己在想到 如果我看到童年的自己 我會說什麼呢 就是會給什麼鼓勵他呢 給什麼忠告他呢 那我細心想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覺原來我是沒有什麼可以跟他說 也都會不特別跟他說什麼 而是給一個擁抱他 所以就有擁抱後的歌出現了 而歌詞裏面也都有提到 原來天天有汗 原來天天大過 其實那個擁抱也都包含著 我知道你接下來的路 可能以我自己為例 包括以前做運動員的時候 已經是每天在流汗了 可能工作的時候每天都是有血有汗的 所以那個擁抱就表達了說 我知道你一直走每天都是會有血有汗 但是是不要緊的 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這些血汗就是成為了你每天成長 每天大過的一些印記 那這次這個MV就用了一個 一鏡頭到尾 比較直接一些 比較簡單一些 不會像以往那些MV很有故事性 或者可能拍很長時間 很多fun shot 令到這件事畫面很豐富 這次錄音的時候也是簡單直接一些 因為以往錄音其實 起碼都是錄兩個section 如果只計錄音的時間是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以來 原因是因為是一個送給自己的童年 或者另一個自己的一首歌 那我覺得大家往往都忽略了自己和自己的對話 就是大家很著重和人聊天 我要怎麼去表達 但是其實和自己說話才是最重要 而我覺得也是要最真摯和最直接 就是不應該有太多轉彎抹角 因為始終最真摯 最真實的那個自己 這個世界上我想你自己會最清楚 所以這次拍攝MV也好 錄音也好 都是用了一個很沒有修飾 很直接的 一個最 instant 的感覺 然後呈現出一個 由心而出發的感情 想讓大家聽到的 那除了送給自己之外 其實這首歌也可以講不同的關係 例如大家可能和朋友也好 親人也好 我相信這個世界每一種的關係 就算多親密也好 都會有散靜的那一天 所以其實這首歌也可以作為一段關係 告終離別的一個見證 沒錯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這首歌 謝謝大家